大家早 在今天冷氣團的影響 清晨的溫度仍然偏低 像在高山的部分 溫度都在零下三度到零下四度 三千公尺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禮拜五 你要前往那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 高山的溫度在夜晚的時候 仍然都是比較偏冷的 那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状況 在今天是夜晚冷 清晨的溫度低 還有晚上的溫度也是偏低 因為今天仍然是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各地天氣晴朗 禮拜六 禮拜天 白天的溫度要上升 但早晚的天氣是偏涼的 為什麼 因為溫度狀況 從禮拜六晚上跟禮拜天的晚上 可以上升到十四度 十五度 感覺起來 沒有在十二度 十一度 這麼低的溫度了 不過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冷空氣整個釋放完畢之後 我們氣溫上升的幅度 在週一會很明顯 接著週二 週三 週四 微弱的東北風進來 往北走 往東走 會飄點雨 往中南部走 天氣晴朗 南來北往的天氣大不同 所以整體的天氣 週休假期 好天氣 記得出去走走 下週二的氣溫是略微的下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真實色彩的雲圖 這張雲圖當中 最主要看雲街的現象 可以看到冷空氣由北往南而下來 到達了日本東方的太平洋 沿路到達了我們臺灣的南邊的 臺灣海峽西南方 有沒有看到這裡雲街的現象非常的明顯 在臺灣上空最重要就在於說 天氣晴朗之下 東半部地區有一點點的地形 雲層在早晚的時候出現 但北方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區塊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乾燥的冷空氣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從這個冷空氣的走向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當高壓系統 正在東移的過程當中 冷空氣的強度到了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天亮之前會開始要減弱 不過晚上還是要注意的就是輻射冷卻的作用 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會出現 尤其今晚到明天清晨 雲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溫度狀況可能會更低 那接著來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今天晚上地面圖可以看到 你們看到等壓T度線沒那麼密集了 表示冷空氣的整個釋放 已經逐漸的在結束了 主高壓的位置預估在明天的時候 將會逐漸的東移進到黃海 也就是說明天白天的氣溫上升的幅度就會比今天明顯 來看看今天的溫度了 先注意到早晚天氣仍然是偏冷 白天的溫度在外島地區的話呢 風雖然變小 但溫度狀況在馬祖金門仍然偏低 而在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今天中午十九晚上十二 中部地區二十二晚上十三 南部地區中午只有舒適 二十四晚上還是偏冷十五度 東半部地區早晚雲層略多 小丁林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冷穿著方面要特別注意到保暖 還有前往高山旅遊活動的朋友 夜晚局部地區在三千公尺以上 都會有結霜的狀況 地面濕滑 植物上面會結霜 山區活動 保暖更不可少 東風平皺紋 寬回青春自信 東風平皺紋 ну 東風平皺紋